加拿大央行行长波罗兹在卑诗省商业峰会上表示 央行在上周与政府再次签署了五年期通胀目标协议 他强调在过去的25年中通胀目标计划 以为维持家国经济稳定起到了显著效果 波罗兹又指政府在上月新公布的房屋贷款政策 将比调整利率更有针对性的降低负债风险 波罗兹表示新的房屋贷款政策将提高信用质量 减少房屋转手数量 受其影响预计2018年国民生产总值将降低0.3个百分点 而新政将帮助降低金融稳定风险 央行上月公布的货币政策报告显示 加拿大经济增长将由2016年的1.1个百分比 增至2017和2018年的2% 而目前央行公布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% 凤凤华卫视李东尼潘岭温哥华报导 前方年但是前方年度上火 对方月公布的货币政策物